大家好 我是风哥 本期的军魔天场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款由HM公司所推出的 1-72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合金成品模型 这也是HM公司所推出的第二款的乌克兰空军苏-27 应该说HM公司还是非常善于抓住热点题材的 那这款苏-27的涂装其实也就是不久前才刚刚曝光的一款采用幽灵灰迷彩的苏-27 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盒来看一看这款苏-27它的做工到底如何 拿到时候给它提一下 哎呀 破了三斤尺啊 OK 哇 今天外面的风好大 我们来看这款苏-27它的武器配置情况 因为是俄乌充度题材 所以说它给的弹药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两枚是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这两枚呢是IRIST近距格斗弹 德国产的 两枚R-273近距格斗弹 六枚R-27的中距弹 替换开启做舱盖 一枚飞行员 起落架 舱盖可以替换开启的减速板和支架 HM的苏-27整体的合金量还是很不错 机身主体都是合金件 包括它的平尾是合金的 但是垂尾是塑料的 手感非常好 它的涂装呢 应该说也还是非常有特点 是首次采用的幽灵灰的迷彩 给我感觉它的这个涂装啊 蓝色和灰色的效果 跟美制的F15啊 有点接近 机身的刻线啊 深浅适中 非常的犀利 机身的移印 还是有点欠缺的 除了一些 登机梯的位置啊 这种警告标识 防辐射的标志 和军灰以外啊 非常少 移印非常少 省了大部分 垂尾上面 乌克兰的国旗涂色 乌克兰空军的标志啊 这个也是一个检修的梯子的一个标识 仅此而已 非常少 那图书上这个移印非常少 大量的省略 包括这边 你看啊 检修窗窗口的这种虚线的标志啊 以前是非常明显的 没有 静止踩它的标志都没有啊 这个是偷空减料了 它的进气道两侧看到还是有一个警告标识条和一个 乌克兰的国旗的一个色带 啊 进行一个敌我识别的 非常简单 基附同样 而是这里呢 它有一个 呃 坐舱盖的一个镜像啊 一个处理 用来迷惑对手的啊 非常简单 进行到内部这边有一个浅灰的一个处理 分色 核膜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核膜分析还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啊 这个地方一直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 然后坐舱盖的密闭我们看一下略微有缝性啊 密闭不是特别严实 按压 啊 没能解决问题 防烧式区块 航炮 航行灯啊 小天线 雷达罩 空宿管 图影 光电头 透明件 座舱盖大家看一下 当然它内部的座舱仪表的细节还是做得非常好啊 包括平显 几楼架 分色处理还是比较到位的 包括着陆灯 酒精瓶 长干内部的涂红 没什么问题 主起楼架 软胎面啊 不能旋转啊 不能旋转啊 不能旋转 可以旋转啊 居然可以旋转 软胎 居然它的胎是可以旋转的啊 它的这个胎是可以旋转的啊 橡胶胎可以旋转 但中间的这个轮固是固定住的 匪夷所思 以前还是没注意到 哎 可以转 确实可以转 看它的贴靠 有没有改进 可以 和发动机上的贴靠 这次啊 单边还可以啊 来看看另外一边 没有贴上啊 没有贴上 短了 短了 啊 依然没有贴上 好了 不就结了 这是常态 常态 啊 我先把它肌肤中线的 先挂上 它的挂架是不太一样的 啊 中间是 支架的堵盖 发动机舱下面的选择 这两枚挂架啊 挂架它长短是 这个 是有区别的 高低啊 是有区别的啊 这个更加贴近于我们的 机身 和一下是不一样的 那苏27的一下呢 确实只有两个挂点啊 这个内侧的把它堵上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苏30如果也堵掉的话就不科学 要果断把它撬掉 那为了体现这款战机的特点呢 我们选择内侧挂在它的哈姆反辐射导弹 它的挂架啊 也做了一个 改进啊 它有射环的一个细节刻画 外侧呢 我们挂这枚 德制的 金巨弹 非常的特别 同样的它细节上面也是有射环的一个处理啊 和导引头的一个涂黑 另外一侧 全部采用北约所提供的弹药 以体现这款战机的一个特点 它的所有的武器配置都挂好了 额制的四枚中巨弹 反辐射和四枚进巨弹 非常的有特点 机背的减速版 可以选择 关闭状态 关闭状态 也可以选择开启状态 那我们作为一个有特点的啊 我们选择一个开启啊 开启比较难得 好 飞行员 蓝色飞行服 要坐进去 这是开启状态坐上盖 插上去 看一下 非常松 非常松啊 好 好嘞 还是换成关闭状态吧 那我们来称一下这次的乌克兰 苏尔7 它的重量有多少 重量是达到了485克 我们来看这款乌克兰苏尔7 它的一个飞行状态效果 上了支架 效果还是不错的 盐子 先进点评 H&M的这款苏尔七乌克兰空军的幽灵灰迷彩 应该说它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它的最大卖点毫无疑问 就是它的幽灵灰的涂装和它所给到的武器弹量的配置 非常的有特色 除此之外呢 它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 就是它的移印不该省的都省掉了 这确实让我们的玩家非常遗憾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毛病 喜欢俄乌冲突题材的小伙伴呢 可以考虑进行一个收藏 好了 本期的军模型小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